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四阶段进阶实验第11课的学习 在我们的第11课的第一个小节 给大家讲解了我们这个低功耗模式 以及我们这个时间记录 我们这个综合实验的一个理论基础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小节 就将给大家具体的讲解 我们的这个低功耗模式中的待机模式 以及我们这个如何从待机唤醒 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分析 以及具体的一个实现 首先我们这个小节分成了两个大的知识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进入待机的方法 以及相关的一个硬件的分析 然后想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实验代码的一个分析 以及具体的一个实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是我们这个MCU进入这个待机状态 还是我们如果要知道 我们这个MCU是如何工作的呢 或者说如何进入待机状态呢 那么还是要查看我们这个MCU的这个数据手册 在我们这个数据手册的第5.3.5 这个小节 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进入待机模式的一个方法 这给大家讲了 也就是参考我们这个表23 在我们这个表23里面呢 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进入这个待机模式 它的一些条件 首先呢就是要置我们这个等待中断 或者是等待事件这两个状态 并且呢要这些条件呢 都必须要满足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系统控制 寄存器的Sleep Deep这个位置1 然后呢要把我们这个电源控制 寄存器这个PDDS位置1 接着呢要把我们这个电源控制 和状态计存器的WUF为清零 最后呢需要把所有的这个唤醒员 所选的唤醒员 对应的我们这个标志 要给大家做一个清零 好那么我们如何从这个待机模式退出呢 有以下的几个方法 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WakeUp引脚 检测到我们这个WakeUp引脚上升岩 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升岩 就是有一个从低往高 这么的一个挑变 这个岩呢就叫上升岩 然后呢就还有我们这个RTC 它的一些中断 它的一些中断事件 比如说闹钟唤醒 还有入侵时间戳这些事件呢 都会使得我们从我们这个MCU 从我们这个待机模式退出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复位引脚 我们这个外部复位引脚 或者是我们这个CAMON GO 进行了复位 那么也会使得我们这个MCU 从我们这个待机模式退出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 我们现在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实验 具体一个电路的一个分析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电路呢很简单 因为我们这个要用到我们这个电源管理呢 是我们这个MCU内部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呢外部电路就几乎就没有 我们主要要用到的就是这个WakeUp这个引脚 这个脚也就是我们这个偏引 我们看刚才我们在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唤醒的时候呢 有有讲通过这个WakeUp引脚的上升延 会使得呢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MCU 从我们这个待机模式退出 也就是我们会唤醒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WakeUp 具体的WakeUp是如何接的呢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WakeUp呢 它就是接在我们这个按键上面的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好我们找到我们这个按键的这个原理图 好我们找到我们这个按键的原理图 好大家看实际上这个WakeUp呢 我们要来分析一下这个WakeUp这个和这个按键 它是如何接的 大家看它一边呢 连接了我们这个WakeUp这个引脚 然后中间接了一个按键 接着呢做了一个上拉 因此呢在我们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 在我们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会把我们这个WakeUp3.3V和我们这个WakeUp 连通对吧 连通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个 给它一个上拉 就是给它一个高电频 那么这个WakeUp呢 如果我们在进入待机模式以后 这个WakeUp变成低电频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按下了这个按键 那么这个WakeUp3.3V呢 它就会和我们这个WakeUp引脚连接 因此呢会由低变高 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上升延 而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这个唤醒呢 通过我们这个WakeUp引脚的上升延 会使得我们这个MCO从待机模式推出 好 所以说呢 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电路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按键的一个地点路 一边上拉 一边接我们这个WakeUp 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唤醒的这个操作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原理图的分析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实现以及分析 首先还是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工程啊 这个工程我已经做好了 然后呢有一点要给大家特别说明的就是 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CMSS提供的酷函数 来控制我们这个电源 也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些低功耗的一些模式 那么我们要再添加哪个酷呢 实际上我们来看啊 我们要添加跟电源相关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PWR这个酷 这儿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啊 就是电源控制的这个硬件相关的一个驱动 好我们把它勾选住 把它勾选住 好点gok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电源相关的 大家看在我们这个device下面呢 就添加了我们这个电源相关的一些操作 stm32f4xhl-cwr.c 好这个文件就被添加进来了 然后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我们这个如何来使用我们这个CMSS 提供的这个电源的一个酷函数 好首先呢还是它这个对于这个这个点c文件的一些 它的一些作者啊 它一些信息的一些说明啊 这个我们不管 然后这个是注意事项 我们也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一直往下看 好我们一直看到这个位置呢 就有一个初始化以及反初始化的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看具体来看一下 这有个说明啊 这个说明就是说我们在复位以后呢 我们的一些备份域 它是被保护的 这个备份域呢包含了RTC的寄存器 RTC的这个bankup数据 我们这个备份数据寄存器 以及我们这个备份的SRAM 它们是被保护的 因此呢 我们如果想访问这些寄存器呢 那么就必须做两件事情 首先就是要使能我们这个 这个电源相关的这个时钟 也是PWR-SaveKey Enable 调用这个红 然后呢 我们要使能我们这个 HLPWR Enable Bankup Access 这个通过这个调用呢 就可以具体的使能 我们要就可以访问 我们这个RTC的这个备份域 好 下面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两个函数的一个实现啊 这个我们呢 同学们下来有兴趣可以参考 我们这个寄存器的这个手册 我们书记手册参考 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个计存器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呢 就是对外设控制的一些函数 首先呢 就可以讲了我们这个PVD的一个配置 这个PVD呢 这也大概做了一个解释啊 它其实是一个控制器 它是一个调节器啊 它是用来调节我们这个VDD电源电压的 然后呢 它实际上是通过设置一些阀值 可以选择我们不同的一个PVD的一个级别 来调节我们这个电压 然后我们在我们这个实验里面呢 我们没有使用这个PVD的这个调节啊 然后我们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后续 或者是我们大家后面的一些项目中呢 如果要使用这个PVD来调节我们这个VDD的电压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PVD控制的一些函数 来调节我们电压 从而呢 也可以节省功耗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唤醒引脚的一个配置啊 好 这里讲了 这个唤醒这个引脚呢 是用来把系统呢 从我们这个Standby 也是我们这次要讲的这个待机模式中唤醒 好 然后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引脚呢 它是强制的 是在一个Pull down 也是一个下拉 下拉的一个配置 好 并且呢 是在上升延有效啊 Racing energy就是上升延的意思 好 然后讲了 它仅有一个唤醒这个引脚 也就是我们这个P1 在我们这个PA0里面 PA0里面的P1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比较 重点要看的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低功耗模式的一些配置 然后这个 只要讲的比较详细了啊 讲了我们有三种低功耗模式 一种是睡眠模式 停止模式 以及我们这个待机模式 这个给大家都讲过了 然后呢 具体的就讲了我们这三种模式下面的 它的一些配置 如何 比如说我们的睡眠模式啊 如何进入 以及呢 如何退出 并且呢 要调用哪些红 或者是调用哪些函数 好 也给大家讲了 好 这里面呢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把这三sleep模式和stop模式呢 希望下同学们下来 就是在我们的诸位客户作业中呢 自己看一下这两个模式 然后呢 把相关这个sms酷函数 了解一下怎么去用 然后这里面我们重点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standby mode 好 在这个模式下呢 好 这个部分呢 也给讲了 讲了我们这个模式下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 在这个模式下呢 它可以达到我们这个功耗 对这个电源的消耗最低 它是基于我们这个Cortis m4的 一个深度睡眠的一个模式 好 并且呢 在这个模式下呢 我们这个调压器啊 它是关闭了的 还有我们这个1.2V这个主呢 它的消耗的这个电 主电压 它也是被关闭了的 好 然后又讲了我们的plhsi 就是我们的高频震荡器 以及我们这个hse 我们这个金正呢 也是被关掉了 然后我们这个sram 以及我们的一些 基存器 它的内容呢 会丢失啊 这个这一点呢 大家要搞清楚 在我们这个代际模式下呢 我们这个sram里面的东西 它会丢失 因此呢 我们每次从这个代际模式 推出以后 相当于我们这个系统 再重新执行 这一点呢大家尤其要搞清楚啊 好 但是哪些东西没有掉呢 这写了 Except 4 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这个RTC的寄存器 我们RTC的备份寄存器 以及我们这个sram的备份域 在这个代际模式下 它是没有掉的 还有我们这个代际相关的一些电源 它的一些电路 它呢 在我们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这个代际模式下 它是内容是保存的 并且这个电压调节是关闭的 它这边又强调了一下 这个电压调节是关闭的 然后这讲了 我们如何进入代际模式呢 我们就是要调用 我们这个CMSS提供的这个酷函数 HLPWR Interstand Buy Mode 调用我们这个函数 就可以使得我们进入这个代际模式 然后我们如何具体的 我们如何退出这个代际模式呢 好 这也是给大家讲 这个刚才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中文手册的内容 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里面就不给大家念了 然后呢 这个就讲了 我们是如何从这个低功效模式 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唤醒 好 这呢 也给大家讲了 我们要实现 我们这个自动的唤醒呢 主要是要通过我们这个RTC 我们这个来实现 这个模块来实现 而具体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RTC的这个闹钟事件 以及我们这个唤醒事件 还有我们有个侵入检测事件 以及我们这个时间戳事件 我们这几个事件呢 实现我们的这个MCU的一个自动唤醒 实际上呢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呢 它在工作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有一段时间 它没有做什么事情 那么它会进入 让它自动进入一个低功效模式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发生了 比如说有些信号过来了 那么这些信号呢 就可以通知我们这个RTC 我们这个模块去检测 如果检测到这些信号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RTC 我们这个模块 把我们这个MCU唤醒 让它重新开始工作 好 所以说呢 这个呢 这个功能呢 是非常有用的 好 然后呢 就给大家讲了 我们要实现我们这个RTC自动唤醒呢 比如说从这个停止和我们这个待机模式自动唤醒 那么要做哪些工作 好 这个 这也给大家讲了 比如说如果要从这个停止模式唤醒呢 我们如果要使用这个RTC的这个闹钟 也是我们这个报警事件呢 那么它就必须去配置我们这个RTC 把我们这个RTC配置成 把我们这个闹钟呢 通过这个HLRTC Set Alarm IT 设置我们这个IT中断 这个函数呢 对它进行一个中断的一个配置 好 后面这两个内容呢 希望大家下来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呢 实际上比较简单 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这个VCAP这个引脚 我们通过手动的 去让它进行一个 从待机模式退出 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启动 所以说呢 没有这么复杂 好 下来呢 希望我们可以 同学们呢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客户作业啊 实现我们这个MCU的 通过我们的RTC 实现我们这个MCU的一个自动唤醒 好 后面呢 就是我们这些函数啊 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函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然后这些函数的一个具体的实现呢 如果同学们啊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HLPW Inter Inter Standby Mode 进入我们的待机模式啊 这呢也给大家讲了它有一些注释 好 它讲了在这个Standby模式呢 所有的L角呢 它是一个高的一个高组的一个状态 就除了我们这个这几个角 复位角 RTC的这个第二功能 第一功能角 以及我们的RTC第二功能角和这个WakeUp这个角 好 然后其他这个函数呢 很简单 它的这个流程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数据手册 大家看一二三四四个步骤啊 其实就对应了我们的四个操作 一二三三四四个操作 好这个同学们呢下来可以自己来看看具体的他们他们是这个CMS酷含数是如何实现的 如果我们自己写我们又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可以看下来呢考虑一下 思考一下 好 剩下的呢就是一些中断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这个是PowerPVD的一个中断的一个请求的一个服务历程 这个呢它是一个中断的一个回调函数 也是我们这个PVD中断的一个回调函数啊 这边我们不用它也不多讲 好 关于我们这个CMSIS这个酷含数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那么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这个酷含数啊 使得我们这个系统呢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待机模式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流程的一个分析啊 我们整个代码的一个流程分析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个代码呢 因为是我们这个RTC综合实验啊 因为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条件啊 是通过这个RTC计数计到59秒的时候 我们读到59秒的时候让它进入一个睡眠 这样子 所以说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些RTC的操作 RTC的这些操作初始化 以及我们具体一个读写操作呢 会在我们的第三个小节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啊 这边呢我们重点还是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就是电源控制的这一块的这些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还是看一下我们这个组函数 然后在我们这个组函数里面呢 我们主要就要用到这么一些外设啊 然后这些都不给大家多讲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点灯呢 表明我们这个系统呢开始就是复位以后开始运行 然后表就是通过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系统有没有成功的 可以从那个待机状态重新复位 好这个是一个RTC我们不管它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如果要使用个低空号模式啊 我们如何进行一个初始化 就是我们这个wakeup iit 好这个呢我专门在我们这个driver这个文件夹下面啊 我们添加了一个wakeup.c 这么一个c文件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低空号模式的一个模块 我把它做一个模块 然后在这个模块里面呢 我们就只实现了两个操作啊 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模块 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低空号模式的一个初始化 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待机模式 待机模式的一些操作 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这个初始化 这样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低空号模式呢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使用我们这个电源相关的这个时钟 就是调用我们这个红利益 红利益呢刚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CMS Crash 一些是S Ins 酷含数的时候给大家讲到了 然后呢这个操作呢就是判断一个标是标识啊 就是判断我们是否是从我们这个 Standbye模式 如果是的话就要去清这个标识 很简单一个操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的一个主体 它的运行的一个主体 在这个主体里面 主要的一个操作 是我们对RTC的操作 这个在我们的下一个小节 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函数 我们在这个秒到 等于59秒的时候 我们会让它进入我们这个待机模式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如何 进入这个待机模式的 好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这个操作呢 不是很有必要 因为我之前呢已经初始化过了 这边呢我重新初始化了一下 就是让它重新使能一下我们这个电源 然后呢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在我们进入这个 standby模式之前呢 有可能会去操作我们这个RTC 因此呢我们就要调用这个 HLPW enable bankup access这个函数 我们调用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对我们这个RTC里面的一些 受保护的寄存器呢进行访问 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 然后我们会去复卫我们RTC的一些域 大家看我们会复卫 我们会强制对我们这个RTC的一些备份区域进行一个复卫 并且呢复卫结束以后呢会对它进行一个释放 好然后呢我们会 禁止掉所有的一个唤醒员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PA PA0就是我们这个wacup引脚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引脚 wacup对应到我们的这个MCU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PA0 就wacup这个引脚 这样就禁止掉我们这个引脚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把它这个唤醒标子给清除掉 然后因为我们要进入这个待机模式 我们进入待机模式我们要通知按键唤醒 因此我们就提前要把这个唤醒的这个标子清除掉 然后要重新初始化我们这个唤醒员 因为我们如果不做个操作 我们就没办法从通过我们按这个wacup这个按键 把它进行一个唤醒 因此呢我们要通过调用hupw enable wakeup pin 这些函数呢都是我们这个PA0里面 我们这个PA0的 我们CM SIS给我们提供的电源控制的这些酷函数呢 好我们直接拿来用 好我们就要对这个 要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配置 这个是配置以后呢 我们再进入standby模式以后呢 就通知这个按键 wacup这个io对它进行一个 让它退出我们这个待机模式 让我们这个MCO呢重新进行一个唤醒 好这个时候呢就调用我们这个CM SIS提供的我们这个 待机模式的这个酷函数 也是我们这个HL par interstandby mode 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整个系统呢 进入到我们这个功耗最低的这个待机模式 好对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实现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我们这个代码的具体演示的 我们会在我们的第三个小节 在我们的第三个小节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 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RTC的内容还没有讲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第三个小节给大家讲这个RTC的内容以后呢 把我们这个睡眠唤醒和我们这个RTC综合起来 一起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 好 今天我们这个小小节呢就到这儿 希望大家下来呢 能对我们这个待机如何进入我们的待机模式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 更深刻的一个印象 然后还有我们如何退出我们的待机模式 也就是我们如何从我们这个待机模式唤醒 我们要搞清楚 并且呢 重点就是要知道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这个SIMSIS 提供的这个电源操作的这些酷函数 好 我们这个小节呢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